嗨嗨,大家好,我是艾瑪,欢迎来到艾瑪的厨房 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来自韩国的辣白菜 制作起来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我们现在先处理一下那个大白菜,这颗大白菜 选这个白菜的时候选这种比较饱满的,个头比较大一点的 我看到这个白菜这个地方有很大的这个根茎 它没有那个剃干净的话,可以稍微的再切一下这个地方 用水洗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会儿呢 还要准备一个这种大的容器 倒了大概这么多的那洋白开水 撒了大概三分之一的这个粗盐 撒进去以后让它融化,现在已经融化掉了 现在我们就要处理一下这个白菜 首先呢,我们要把它竖起来 竖起来以后 在这个白菜的菜帮的地方切一半 但是不要切到叶子的部分 切了之后呢,我们就要用手把它给撕开 好,撕开 撕开以后呢,这是一半的这个白菜 之后呢,我们再在这个白菜的 二分之一这个白菜的根部 再切一道 同样是切在这个菜帮的位置 不要切到这个菜叶 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为什么 这样切一刀 好,这一半也要切一刀 OK 好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白菜放到盐水中 浸泡一会儿 好,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化掉了粗盐的淡盐水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浸泡一下 好,我现在戴的这个手套 大家看,它已经被我之前泡菜染红了 那个辣椒染色 所以说最好是戴一双手套 这样做起来 比较保护你的双手吧 手不会疼 然后把它浸泡一下 让它那个盐水呢 都充分的淋到这个叶子里边 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呢 就是为了让等会儿让粗盐 能够很听话的粘在这个每一片的叶子上 好,这个泡好之后 稍微抖一下这个盐水 换这另外一半来浸泡 我这个容器其实还有一点小 但是我现在家里没有大容器 所以我一般就是用这个砂锅来腌 好 抖一下 把多余的水分抖一下 OK,这个水我们等会儿留着有其他的用处 先放到旁边去 要多少粗盐呢 其实这个我还是同样没有给出具体的量 撒了之后才知道嘛 好,我们现在撒盐就是要把这个 每个叶子之间打开 不用撒太多 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是用做饭用的那种细盐 但是发现没有咸味 所以最好还是用这种粗盐 也就是海盐 每一片都要撒上 这个粗盐 根部要撒上 因为它这个根部离的 贴的比较紧 所以你要把它掰开 然后撒上 撒粗盐 它那个脱水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这个撒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躺在刚才的那个锅里面 躺在这个锅里面 可以隔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把它翻过来 尽量要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容器 这样塞的 塞的下一些 这个就有一点小 所以要稍微有一点费劲 现在可能会有一点躺不下 但是没有关系 它腌着腌着水分出来以后就捏了 就好了 我们就让撒好盐的这个白菜呢 腌到提前准备好的这个盐水中 这个步骤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白菜出水 如果想让它出水更快一些呢 你上面就压一些重的东西 这样可以加快它出水的这个速度 然后这个步骤 步骤大概要持续6个到8个小时 所以我一般都是晚上开始腌制 然后睡一觉 第二天早上呢 起来就可以看到这个白菜已经打蔫了 而且这个容器里面的水分呢 增加了不少 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放在旁边腌着 我们现在呢就要做那个糯米糊 糯米糊的话我已经把300毫升的水加进来了 然后还要加一勺半的糯米粉 糯米粉一定要加在凉水里 不能加在热水里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开中小火 要把这个糯米糯米粉在水里化开 可以准备一个这样的小蛋抽 这个糯米粉一定要在一开始就给它化开 尽量的全部都化开 因为那个糯米在加热的过程中它会凝固 这样它就是像奶一样 这种白色的液体 然后中小火煮它 时不时的呢 要用这个蛋抽搅一下 以防它这个糯米粉在锅底沉淀 看这个又已经煮好了 就是这种很浓稠的 半透明的 有一点透明度的 而且搅起来有点像糊糊一样的感觉 就有阻力的时候 就一定要离火了 这个就已经煮好了 这个煮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放在旁边等它凉 我们刚才做的糯米糊呢 就让它在那个锅里凉稍微的冷却一下 冷却好了之后呢 还要加糖 所以那个我们就先放在那儿 让它等着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做那个洋葱蒜 还有这个梨的泥 下面我介绍一下 我们做这个泥所需要的材料 需要这个梨 一个梨 我已经把它去了皮 然后里面的糊已经去掉了 然后还要一个洋葱 洋葱也已经切好 25瓣的蒜 还有一块这个姜 因为我买不到韩国的那种鱼露 所以我买的是越南鱼露 其实也都ok的 东南亚那边的鱼露都可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菲利普的一个料理机 它就是它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打成泥 如果你没有这个料理机呢 也没有关系 用手剁就可以了 剁的话呢 就像剁肉馅一样 把它剁得越细越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要放到这个搅拌机里 先要放这个梨 我们一点点的放 因为怕它一下打不碎 旁边要准备一个勺 有的时候它会打到壁上 所以要把它壁上的刮下来 再打 其实梨是最容易打成这种泥状的 所以要先放梨 然后再放一些别的小一点的东西 让它慢慢的打 如果一次性放太满的话 它打的不是很细 就看着它再次了 这下一个继续 没法做到 因为它就像了 没法做到 就像了 灯梅 工作室 没有法做到 现在呢就要准备一个空的容器 要尽量大一点的 然后把这个刚才做的洋葱 洋葱还有蒜 梨和这个姜 做成的泥呢 把它倒到这个里面 这个葱千万不要放进来 倒的时候小心会有一点熏眼睛 因为里面有蛮多葱的 这个糯米库呢 已经是温的了 往里面加两勺糖 我前两次呢都没有放糖 然后这一次呢就想 把这个方法稍微改一下 因为我在有的帖子里看到有加糖 所以我们想试一下 加糖是什么味道 把这个糯米糊呢 倒到这个泥里面去 这就是这种 esto 都没有保存掉 今天有人没有保存掉 还有关于是 そして SPEAK 这就回想得到这个地方 也有没有保存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曼得 就好了 我们算是这种东西 那么这个地方 今天打的不是很细 因为做起来有点着急 所以今天这个糊打的不是很细 下次还要打细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加入这个韩国辣椒粉 这个辣椒粉加多少 我给的只是一个标准值 就是一颗大白菜 大概就是加差不多100克的样子 但如果不能吃辣的同学呢 就是酌情要考虑少一些 如果能吃辣的就可以稍微增加一些 这个就要看个人的口味了 在搅拌的过程中 随着这个辣椒粉越加越多 它会越来越浓稠 这样就算搅拌完成了 这个时候呢就要加鱼露进去 这样这个辣椒酱呢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呢 我现在要去处理一下这个葱 我要把它给切碎 我们要准备半颗的白萝卜和 四五颗小一点的那个胡萝卜 切成丝 然后我又多准备了一些这个豆芽 这些配菜都提前先准备好 切好丝了之后呢 把这个白萝卜胡萝卜和豆芽 就倒到这个糊里面 我切的有一点粗 我刀工不是很好 如果喜欢的话 还可以加一些黄瓜丝 还有刚才的葱 因为我这里买不到蒜苗 如果能买到蒜苗的同学呢 可以加一些蒜苗 也会很好吃 正宗的韩国泡菜里 是会有蒜苗的 它放一会儿可能会出一些水分 这个是很正常的 没有关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拿之前脱了水的白菜 我已经拿出来了 而且要用事先准备好的凉白开水 稍微的静一下 然后拿出来拧干 这个我已经把那个里面的水分呢 拧干了 之前我们不是在半颗的白菜上面 切了一刀吗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切的这一刀给撕开 这个辣椒酱的磨法呢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在每一片的这个叶子中间呢 把这个辣椒酱拿出来抹着 然后呢 把这个萝卜和胡萝卜 可以藏一些 藏在每一片叶子中间 在我腌之前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是我之前腌的 以上大概这么一小颗 因为这个也是上个月腌的 所以应该还可以放两个月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手套戴着开始腌了 把白菜就放在里面 然后你刚才做好的这个 蔬菜的辣椒酱呢 往上抹 每一片之间都要抹一些 这个菜叶的位置 可以不用特别仔细的腌它 因为它是很容易入味的地方 菜根的地方要多抹一下这个辣椒酱 我们这个抹了辣椒酱的大白菜呢 我们要把它包一下 就把这个菜叶收起来 看这个地方是菜根 这个地方是菜叶 我们要把它慢慢的卷起来 卷起来是为了让它这个 比较好这个腌制 好 卷起来之后呢 就把它放在这里 剩下的呢 我们就可以都给抓进来 让它腌着 把边边搅搅这些 溅出来的这个辣椒酱呢 稍微清理一下 这个泡菜呢 就是富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乳酸菌 它不仅呢 有助于消化 有一些科学家研究后 发现辣椒的这个白菜呢 还具有抑制 癌细胞生长的效果 而且是非常理想的 低脂肪减肥的食品 因为这个韩国泡菜中呢 有大量的这个辣椒粉呢 还有大蒜 生姜和葱 这些比较刺激性的酌料 所以呢 它也能够起到杀菌 和促进消化酶分泌的这个作用 刚才说的这个鱼露呢 是韩国泡菜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原材料了 鱼露主要是用鱼和虾为原料 发酵而成的 这么一个调味的酱料 它本身呢 就含有17种的氨基酸 其中有8种呢 是人体必须的 而且它的蛋白质也很丰富 这个鱼露加进去了之后呢 我感觉这个泡菜的味道就更加的正宗 更加浓郁了 所以鱼露确实也是必不可少的 好呢 我刚才说的那些呢 是泡菜对身体的一个保健的作用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腌过几天之后 就是最少要腌三四天之后呢 再食用 但是如果你不着急的话 最好要腌的这个时间要稍微的长一些 泡菜这个东西呢 吃是有好处的 但是不要每天大量的吃就可以了 韩国泡菜做完之后怎么保存呢 装到密封盒之后呢 把它密封起来 密封起来之后 放在室温下大概一到两天的时间 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去冷藏就可以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定要至少放三四天之后再开始吃它 好了今天的这道韩国辣白菜就做完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底下的留言板告诉我 如果喜欢这道菜 请你为我这支视频点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那就快快去订阅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